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组织近百名师生 围绕三大类12个课目开展比武竞赛 在中程导弹专业比武中 参赛队员利用背负线实现指挥车与雷达车之间的通联 指挥车按照目标来袭方向调整雷达正面 引导雷达车完成作战准备 这个课目就是指挥车在雷达车通信公道情况下 紧急接通有限 指挥雷达车继续作战 报警检验我们对武器装备的熟悉情况 更是对我们体能 技能和专业技术水平的一种考验 在进程导弹专业比武中 选手需根据模拟空情 在短时间内完成配置参数 指示跟踪目标 导弹发射等一系列战斗操作 与此同时 车载电台通信 发射车调平等作战课目比武也在紧张进行 紧贴实战设置课目是这次比武的亮点 学院着眼打赢育人才 不断推进体系化课程改造落实 为打捞学员第一任职基础 加纲淬祸 这次比武竞赛 对接部队使命任务 构设逼真战场环境 历练了学员在真实战场中的指挥作战和应变出突能力 全面锻炼了学员的打仗本领 提升了学员的打仗智慧 学员组 士兵组 架设评评 开始 第82集团军谋理训练场 来自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的58名师生与部队官兵 开展射击指挥教学训练 学员和官兵混合编组 围绕架设雷达 搜索目标等20多个课目 同教同学 同研同练 我们把课堂直接搬进部队 针对各装备之间互联互通难 数据分发难 设计了多科目的混绑训练 优化了多战位的协同训练 探索了战斗编组中的运用训练 确保一线部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未来战场用什么就练什么 高度追 加油 加油 近年来 学院与部队建立结队关系 常态开展互帮共建 每年选派百余人到部队指导跟训 代职锻炼 同时 邀请部队指挥员 科研院所专家 来校讲学授课 通过联教联训搭建了院校教员讲理论 部队教练员做示范 兵工厂技术员讲原理的联合育人教学平台 实现了理论到实践 学习与运用的一站式教学 通过联教联训 我们在部队和院校之间 搭建了互促共进的桥梁 合力探索 实战化 融合训练的新路子 让教学只通战场 训练聚焦实战 谢谢大家的学习 让我们下期见 打开